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是我TK哥哥 這次我會用英文字母N去教大家畫畫 這次的英文字就要去N for Nest Nest 著巢 事不宜遲 準備了我們的子和筆尾 我們立即開始 這次我們畫的雀巢是由小鳥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一些很小的樹枝而起承 所以一般的雀巢大家都會看到有很多樹枝分叉出來 所以這次我們會用英文字母N去組成雀巢的形狀 我現在就在畫板上畫了N 畫完N之後我們在N旁邊再畫多一個N 如此類推我又繼續畫多一個 大概畫了一定的長度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一行的N下面畫一個半圓 用一些短的線畫一個半圓 那這些短線其實就有點像大家畫太陽的時候畫它的陽光 那些短線 那我們就畫了一個半圓出來 然後我們在空白的地方再用斜線去填補 然後再用相反方向的斜線去畫 那這部分其實小朋友可以隨意畫的 因為其實樹枝沒有特定的方向放的 在雀巢上面 那所以呢 其實小朋友喜歡在什麼方向畫都可以 那好啦 其實雀巢我們就畫好了 那雀巢如果沒有雀巢又怎樣叫雀巢呢 那所以呢我們就在雀巢上面畫一些雀巢寶寶寶寶 然後呢 然後呢 雀巢呢 其實呢 會把雀巢伸出向媽媽拿東西吃的 那所以呢呢 我們就畫上雀巢 那了 然後就畫到她身體 那雀巢呢 那雀巢呢 其實他們的雀巢呢 都會坐在雀巢裡面等媽媽 拿些食物回來去餵他們的 那那我就畫到他的眼睛 那我們就畫多第二隻 同樣又是一個半圓 然後我們就畫他的嘴 然後又畫他的眼 同樣地 他也是會伸出一條頸 好,然後我們就畫了 我們就畫了小鳥媽媽 那小鳥媽媽呢 我們就畫一個半圓 半圓 然後呢 我們就畫一個嘴給他 畫一隻眼給他 然後呢 我們就畫回他的身 再畫到另外一邊 我們 再加上他的翼 那呢,因為媽媽呢 就剛剛找完東西吃了 那我們就可以在他的嘴裡 畫一條線 這條線是 其實是 他找回來的蟲蟲來的 好,那我們著巢就完成了 今天就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我們下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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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